而这次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台 插上了两岸国旗风波持续延烧 目前国安会三度召开会议 外交部除了是向日本方面来解释 插旗并不是我方受益的 而国安人士也研判是要制造两岸四地 联手保钓的统战 不过绿营批评国安会失职 马政府进退失据 再加上两岸国旗插上了钓鱼台 但是对岸的媒体却是以各种的方式 尽力毕掉青天白日 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争议 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台 不仅插上五星旗还有中华民国国旗 但对岸媒体却是能避就避 金报用标题既小心地把中华民国国旗给遮掉 新金报也是采取相同的做法 厦门商报则是直接造假 把青天白日涂成红色 因为中国网友痛批逼得报社道歉 两岸如果未来要有更好的和平的开启 一定要有一个实质的尊重 如果没有实质的尊重 我觉得再多的交流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存在两岸人民心目当中 但今天白日系上了钓鱼台 不仅对岸处理新闻敏感 也传出马政府意外 国安人士跟研判 这是要制造两岸四地联合保钓的统战 外交部也向日方解释 差其不是我方受益 造成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是由两岸三地一起去 向日本争取的这个假象 那么严重影响到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友谊 以及经济的互相合作 我觉得马总统在这里 事前是非常的失质 国安人士把爱国的香港人士 拿了我们的国旗说真是统战 我觉得这个像都是刻意的讨好日本 牺牲两岸关系没有必要 而且我们的国旗就算有香港人士 拿上登上钓鱼台 有什么必要要向日本代表去解释的 没有必要 但马政府强调钓鱼台主权 海巡署却提供香港保钓人士协助 保钓人士被捕还呼吁日方释放 这做法绿营批评 进退时据 从马英九东海和平倡议 然后又讲说一寸也不让 然后又保护五星期上钓鱼台 他这样的言行不一致 进退失拒 马政府对这回保钓人士登岛的处理 党内有人批软弱 绿营也质疑决策失当 立委张晓峰还将南韩勇将登上独岛的照片 换上副总统吴敦义 行政院长陈冲跟马总统的人头罩 呼吁马家军护钓鱼台 也把南韩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的照片 换上马总统的大头罩 也与马总统站上钓鱼台的美梦 把调人士登岛插上青天白日 却成为马政府对外对内的政治风暴 明星本组报导